各位华专连的朋友们 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们 大家晚上好 华盛顿地区华人专业人士 中秋联欢晚会 现在开始 又到中秋了 中秋节呢 是我们中国人思乡的日子 也是我们好朋友们 欢聚一堂的时候 是的 咱们中国呀 有很多的传统节日 但是中秋节是和家欢乐的日子 哎 胡鸿大哥 我想问问您呀 您在美国多少年了 十年不久 也就三十年吧 三十年还不久 我可才来这六年呢 哎 这三十年 三十个中秋 您是怎么过的呀 一般就待在家里面 或者呢出去给人 主持一下中秋晚会 看来您果然是知名主持人了 独带异乡 唯一课 每逢佳节 背思亲 这六年啊 每个中秋 我总还是会想起家人 想起爸爸妈妈 不过呢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有这么多朋友们在一起 欣赏 欣赏精彩的节目 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高兴 是的 我们今天呢 受到了很多很多 各方面的支持 首先我们 受到了我们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同时呢 我们也非常高兴的 受到了很多 华盛顿地区各大新天呢 他们的领导和朋友代表 都来到了我们现场 那么就要 由我和胡黄大哥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 首先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国大使馆参赞 兼总领事 阮平先生 及夫人 马里兰州 退伍军人办公厅 厅长周英烈先生 Mr. Cho 前劳工部 财务总监 莫天成先生 及夫人 中国大使馆参赞兼副总领事 张艺先生 中国大使馆 乔务组长 沈昂先生 中国大使馆 领事部一等秘书 庄元苑先生 中国大使馆 秘书 孟访先生 华盛顿同乡会 联合会会长 何如意先生 大专业校联合会会长 何修竹先生 蒋修竹先生 表跳松 大专业校联合会 前会长 夏祥波先生 实验中文学校 理事长 王耀辉先生 同乡会联合会 前会长何晓慧 大华府两岸实事论坛 总召集人 台湾同乡会联合会 前会长潘灵荣 女士 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现场 我第一看到的是我们华章联的新任会长张丽丽女士 我们先掌声 祝贺他一下 我们在很多很多年前就跟他熟悉了 在很多的各大的活动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熟悉而又美丽的身影 因为他是每一次的这个总召集人或者是组委会的领导 今天我们呢在这里 不但要祝贺他新任会长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在他的任期当中 为我们华章联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把我们华章联办得活活活活活 有声有色的 好不好 好的 那么下面就请张丽丽女士上台致辞 大家掌声欢迎 补充一点 刚才主持人可能忘记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个雷雷女士 尊敬的软餐 张餐及大使馆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周英烈先生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首先我代表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 欢迎大家出席我们美国人一度的华专联联谊日 同时也是我们大华府 华人中秋联合大联欢的盛会 在华人的传统节日中 中秋节是欢庆丰收的节日 也是河家团圆 八九一月的庆之时 月是故乡园 人是故乡亲 我们虽然生活在大洋彼岸 但主国的山山水水 曾经普遇了我们 故乡的一场一幕 依然十分可亲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广大华侨华人 无时无刻 不在关注着我们主国的发展和变化 对主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和日新月异的变化 深感自豪 尤其是我们华专联大多数团体 都与主国有着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作为专业协会的联合团体 各团体在对中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中 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并利用自身的特点 长期以来本周为社区服务的终止 地族社区为乔包提供不同层面的专业服务 我们的传统品牌《华盛顺政坛》系列讲座 即将开讲 将在每个月举办一到两次 讲座内容将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将会不断利用自身的优势 继续团结和服务社区 同扬中华文化 加强与主国的沟通和交流 更好地发挥中美民间交流的扭带作用 我相信明天充满希望 明天也会更美好 最后我暂时祝愿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中秋愉快 合家幸福 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中国中国美国大使馆的 卵评参战 总领事卵评参战为我们讲话 大家掌声欢迎 尊敬的张立丽会长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首先代表中国驻美国使馆 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祝大家中秋快乐 我们驻美食馆主要的工作之一呢 就是为侨胞服务 我们在工作中呢 得到了各界侨胞侨胜的支持 其中包括我们在华府地区的这个华专联 各位朋友的支持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节庆之日 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度中秋 非常的高兴 我们带了一些月饼 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尝到一口 能够感觉到我们对华专联 各位朋友 多年来对中国使馆的支持的那一份敬意和感谢 中秋节呢 是中国传统的节日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作为中国人 有很多的这个情感 主要是想这个团 这个大团圆和美满 那么家庭要美满 这个事业要圆通 朋友要团聚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度中秋 非常地高兴 那么在这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呢 应该感谢 为筹备这次晚会 心心不默默无闻在后面工作的各位朋友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也感到非常高兴 华专联 非常有心 在家园这样一个地方 举办今天晚上的晚会 让我们大家呢 有家的感觉 忘掉了在身处一国他乡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 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希望今天的晚会 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感谢软餐 我相信大家呢 也都品尝到 来自大使馆的月饼的味道 那是来得家乡的味道 下面呢 就有请周英廉先生 配舞金人办公听厅长周英廉先生 致慈 總統總統 Mr. Yang And Mr. Ye Greetings to all of you I bring you greetings from Governor O'Malley And Lieutenant Governor Brown I'm delighted to be her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Moon Festival You know, even though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grandfather came in 1880 Every year We celebrated Moon Festival in our household So it is very dear to me But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With this organization That supports the community And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we celebrate it here In this location In this venue Because this is the venue That will take care of our elders And all of us have been taught Since we were children That we must honor and respect our elders And this facility will prolong And continue that respect and honor So I wish you a great Moon Festival I'm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ally serving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My name is Sam Mark My wife Nancy Mark sitting there Was born in Shanghai Raced in Taiwan So she's a typical So what happened is We've been married about 40 some odd years I did not speak Mandarin until I married her So I learned my Mandarin from her So for the last 40 years I've been practicing my Mandarin But she always reminds me that There's a saying in China Ten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言说普通话 As a Cantonese, so I think I'll stay with English tonight Council General Ren Mrs. Ren President Zhang Li Li Sakuri Chow Distinguished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great honor to be here tonight To share this event with you I alway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So what I've been explaining to my non-Chinese friends about the August Moon Festival Is this is the Chinese Thanksgiving We spend time with our family We eat good food, we eat moon cake So this Today at noon time we invite a bunch of non-Chinese friends We had a Chinese moon cake We want to cut some Chinese moon cake So we want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with you The reason why I mention this is Tonight I look out here See many friends Today is about family Not all of us can be without family Because events beyond control But we have this big family here And President Zhang Li Li and this organization made this possible So 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 for doing such a great job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s we enjoy the good food I think we I'm sure somebody will thank the sponsors But I hope next year I've been coming to a couple events for a long time I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So it's a really great honor for me I just hope in the future Next year When we do this again You will invite some non-Chinese guests Becaus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share with them This very good Chinese culture So happy中秋節 to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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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20年了 应该是好姐妹好朋友 今天你刚才没有介绍我 我确实有点尴尬 但是我觉得这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 我觉得用我们的实力 和用我们的未来告诉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或者在我们的社区 真正的能做些什么 我呢 我的名字叫雷雷 其实大家在座的老朋友新朋友 应该都认识我了 我想我是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我能把我们的下一代 教育成华裔的精英 这就是我可以对大家分享的 同时在这个中秋节佳季呢 我能和新老朋友欢聚一堂 感谢我们新任会长张莉莉女士 谢谢你 然后呢 也预祝我们大家在 年年续续的中秋节 都能欢聚一堂 合家欢乐 谢谢大家 谢谢雷雷 好 现在我们请华盛顿同乡会联合会会长 何如意 先来讲话 是确实吗 是确实吗 你们可以再讲话 最后再讲话 没有 没有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感谢雷雷会长 感谢我们华专联提供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聚的机会给我们大家 其次呢 我也想代表我们家园中心 代表我们华盛顿中美文化教育中心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家园呢 就是我们社区的家 欢迎大家以后常常来家里看一看 最后呢 祝大家 终究节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雷雷会长 大家也看了 雷雷会长今天非常辛苦在这里调手 我们的影响设备 我希望大家要带给他一些掌声 好吗 好的 那么下面有请大专联会长杨修竹先生致词 有请 尊敬的张立丽会长 袁山总理事 和所有今天在这里的嘉宾 以及华专联的工作人员 我代表这个大专联的 向你们今天晚上办的活动 表示诸货 华专联和大专联是兄弟团体 我们一起在一块合作 做了很多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动 但是今天是我在美国出口的 最热闹的一个中秋节 真的是感谢这个立丽的 你的这个领导能力 为华专联做一个 华专联社区 办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我想很多人 在吃到大吃饭带来的月笔的同时 能够感受到家乡浓浓的爱意 和这个祖国人民融融的爱意 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的中秋晚会 同时我也代表这个大专联 对这个晚会表示祝贺 希望我们将来 大专联和华专联有更多的合作 我只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杨慧 好 现在我们请 美中实验中文学校理事长 王耀辉先生讲话 张立专会长 各位嘉宾 大家好 首先我们应该感谢张立专会长和华专联的所有的义工们 因为他们给我们创造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一句在美国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很思念我们的家人 但是我们只有在今天这个环境下 无论我们有自己的小家 还是我们单身 我们都在今天这个场合 我们能环境在一起 共度这个佳节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张立专女士和华专联 要我们给她一个掌声好不好 代表美中实验学校 也预祝华专联会晤繁荣 刚才张立专女士讲了 我们不仅要度过今天晚上这个美好的一个中秋的晚会 我们还要赏月 俗话说八月十五云之日 正月十五雪打灯 看来呢今天没有云 所以这个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夜晚 当我们晚会结束以后 我们一起来邀越 在这里预祝大家 中秋佳节快乐 月圆 家圆 人也圆 谢谢 感谢王亮辉先生 下面呢我们有请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吴秋慧先生给我们致辞 邀请 大人吴慧 先生对不起 张立专会长 任总和各位朋友们 我没有什么准备 但是呢我想表达我一个忠心的 一个是衷心的感谢 对张立专会女士以及 华正联的各位同仁共同的努力 办成这么一个好的晚会 第二个呢就是说 送上我们一份祝福吧 祝大家 中秋愉快 团团圆圆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 大华府两岸时事论坛总召集人 台湾同乡会联谊会前会长 潘玲瓏女士讲话 张立专 华正联张立专会长 尊敬的软餐总领事 和各位使馆领导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玲瓏 首先呢我要恭喜张立专 女士当选华正联会长 我和立专是多年的好朋友 立专在这个桥界市 是为热心的桥里 平常呢也特别的热心助人 我今天非常感谢 她的邀请 来到今天这个 非常温馨的一个餐会 在这呢我见到了许多好朋友 和新朋友 我内心真的非常开心的 我相信 华正联在张立专会长的代理下 活动会越办越好 越办越成功 那么在这呢我也要感谢 张立专会长和所有的工作人员 为这次活动付出的辛劳和工作 在这呢我也祝福大家 在中秋节圆圆满满 和家欢乐 中秋节快乐